这在这里 在这里 然后眼睛给它画出来 眼睛在这里 然后把旁边的那个颜色呢 加一下 我的嘴 它的嘴在这里 脚 这个就是往那边跑了 那这边 然后把那个 飞鱼呢 把它画出来 那这个就是在 跑的 鸡了哈 那道理都是一样 画两个圈圈 再两个圈圈哈 这样子 会啊 回去试试看 这是那个正面的 正面的哈 好 我们来画正面的哈 正面的话呢 也是一样啊 一个头 后面呢 两个头 两个头 这两个头 现在正面的了哈 然后 然后我们要画两笔 它的头颗 第一笔 第二笔 这样子两笔 两个头 这样子两笔 然后眼睛 眼睛 眼睛 然后嘴巴 嘴巴 然后背部 然后背部 背部在这里 对不对 背部在这里 然后两个翅膀 这里一个翅膀 这一边一个翅膀 这一边一个翅膀 两个翅膀 然后一个腿 把这个下巴先把它画下 下巴先画出来 然后 屁股 这个是它的脚 然后 然后 用咖啡色 点它一下 这边 最后才把那个 灰鱼点出来 所以你会感觉到 画灰鱼很重要 你灰鱼没有点出来的话 好像 它就 不好看对不对 两个灰鱼出来了 这个其实是正面的 完全正面的话 就非常难画 为什么 它那个嘴巴 变成不是 我们那个嘴的样子 而是一个腹形 那个 很难画 它的正面的腹形 那个嘴巴 往往就是这个样子 好 然后这边是 然后这边是 大概嘴巴 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啊 整正齐 方圆子 就是要避开 你不要那么 至少麻烦 你画那个完全正面的 对 就说好话 这个 很低啊 对不对 整正齐 方圆子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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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卡通 好卡通 对啊 所以你现在用的是 用大 不是用大篮竹吧 这个 这个笔都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这个是小篮竹 在画那个 那个 那个 鲑鱼 什么的 就是 基本上的 画法你们要掌握住 那就没问题了 这个要练习 一定要回去 要练很多次 要花一点纸 啊 花一点原料 你不练习的话 你 你画不好 要练习几次呢 至少要练五十次 画五十支 一支不行 画两支不行 三支 大概画五十支 就价庆救手 原来这样子 这样知道 不用笑 真的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